来关注中国温顺的大熊猫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都在寻求 能够使大熊猫数量更快增加的办法和技术 而大熊猫提前断奶便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 近日成都大熊猫繁育和研究基地的三只四个月大的幼崽 已经成功断奶进入全人工喂养阶段 记者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和研究基地 见到了这三只刚刚提前断奶的幼崽 看起来它们已适应目前的人工喂养生活 大熊猫幼崽断奶是其一生中的大事 从此它将与母亲分开开始独立的生活 据介绍 在野外大熊猫妈妈通常会将熊猫宝宝带到一岁多 然后才让其独立生活 如果按照野外大熊猫的繁殖捕育方式进行大熊猫繁殖 则一只雌性大熊猫两年才能繁殖一胎 如果让大熊猫每年都能发情配种 大熊猫的繁殖速度就会得到提高 其数量就可以增加的更快 而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能够全人工的 将四个月左右的大熊猫幼崽捕育长大 因此当大熊猫幼崽长到四个月左右时 就将它与母亲分开 由人工饲养长大 这样让大熊猫妈妈在下一个繁殖季节 又可以参与繁殖 从而有效提高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增加速度 四川台报道 好 新闻就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今日关注节目时间里 主持人王世林将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两年多来中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和中国因此都发生了哪些变化等问题 专访两位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家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